伊朗提供给俄军的自杀无人机在空中是横冲直撞 有人说呢为了降低成本 他就用了摩托车的发动机 那这是一台空中自杀小摩托嘛 要说这种并不先进的无人机 他为什么打的乌克兰是又恨又怕又疼呢 欢迎来到掌柄观察 美国媒体啊这事是最先报道的 说这个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这种坚证者136 自杀攻击无人机和迁徙者6插打一体无人机 这一开始伊朗这边是坚决否认 我不是我没有别乱说 乌克兰说呢就是你们的 你这就是伊朗的见证者136 只不过是换了个俄文名字叫做天竺奎二号 这东西打得我是满头是包 必须严厉制裁伊朗 说起来这个见证者136呢 确实是很难对付的一种东西 典型的小低慢目标 你看它有一个50公斤的高爆战斗部 也有人说这个是80磅 但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也是够厉害的 相当于一枚中等口径的这个火箭弹 更要命的是这东西太便宜了 比制导炮弹的便宜多了呀 这东西也就两万美金一架 那你随便一枚你比如海马斯的 海马斯的这个M31制导远程火箭弹 那一枚就十六七万美元 你这怎么比呀是不是啊 所以便宜了之后就能一窝蜂的大量使用 说起来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执行单一任务的飞行炸弹 比那个巡飞弹呢还要笨一些 但正是因为这种直男的特点 你就更难对付它了 防空导弹去拦它吧 你怎么找到就是个大问题了 因为这种无人机它不大 这螺旋架还是木头的 雷达呢就很难发现它 就算是找到了你还不能乱一打 万一一下子没有把它在空中打爆的话 它要是掉下来 那炸到了地面 那不也等于起到打击效果了吧 如果说这是在城市上空 你还真不能乱打 你怎么打它 咱得空中打炸的还好 一旦掉下来坏了 那杀伤力也是不小啊 好啊既然不能硬打 那咱们就电子干扰或者阻断它的任务吧 也是不太有用 因为这个玩意儿啊 虽说它可以在中途接受这个指令 事实上它有一种作战模式 就是利用查打一体无人机探测到信号 把最终的这个射击指令传输给它 它就照着指令去打了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见证者136 它还有一种预设路径的攻击模式 就是事先把这个目标的这些信息 全部装定进去之后 中途不需要再任何指导了 它就直接照着目标就飞过去了 你说不需要这后台的操作 也不需要这种给它这个指令 就等于没有数据链交换 你没数据链交换 你怎么干扰它呀 那实在不行 咱们就出动战斗机去拦截 这乌克兰试过来 效率太低不说 损失还太大 因为这个无人机的最快的飞行时速是200公里 通常飞的不快 在天上飞的挺慢 100来公里 你喷气战斗机 如果是降到能够拦截它的那个低速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时速坠毁了 乌克兰呢 拦截了五架见证者136 但是呢 自己却损失了三架战斗机 一架无人机 两万美元 三架战斗机 至少也是九千万到一亿美元吧 你这消费比算算 450到500比一 你看 还不如干脆就让它炸一栋楼算了呢 见证者136呢 它很便宜 据说呢 在大量生产之后 伊朗这边控制的成本也就在两万美元左右了 它五架装在一个简易发射的发射架上 装在一个大卡车上 这卡车拉着它可以到处跑 找个合适的地方 把这布衣撩下来就能发射 可以说是非常机动灵活 很不好放 有人就说呀 它用这摩托车发动机 要说起来还真不是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 它掉下来的这个残骸 它用的呢 是伊朗自己仿制德国林巴赫 L55四缸的两冲程航空发动机 L55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小型的航空发动机了 50匹马力 经常用在这个动力伞啊 还有各种中小型的无人机上 德国的原装的这个L55 它大概是两万美元一台 伊朗仿制呢 它自己叫MD550 据说价格呀 也就三千多美元 见证者136 整体上来说 技术水平并不高 不是什么高达上的东西 但是它很实用 因为伊朗面对中东严峻的战场环境 利用它自己现有的条件和能力 研制了一种非常适合于战场的很实用的煞气 在中东面对这个美系防空系统的时候 都取得过不错的战果